大家好 我是会呼呼更会保养的事儿逼大人 2019至2023年 中国安全套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平均每年消费100亿个避孕套 在避孕这场持久战中 八成中国女性主动承担了避孕责任和意外怀孕的风险 这个男女结扎的数据差值 让大人一阵痛心 既然女性普遍在避孕中承担的更多 那么在对套套的认识和选择上 我们也不该只是被动接受 同为女孩子的大人 自觉十分有必要为姐妹们拍录 所以今天就来测评 套套 地云套嘛 在安全的基础上 肯定还是希望它存在感越低越好 所以大人这次选了十款001套套来参与测评 呵呵 不查都不知道居然有这么多001 001就是套套超薄的代名词 顾名思义 薄到0.01毫米 那0.01毫米有多薄 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七分之一 这次测评大人前后花了三万 光买套套就花了五千多 家人们 把烧钱打在公屏上 目前市面上的套套分为两种常见材质 天然乳胶和聚氨纸 大人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 多数都会着重强调 聚氨纸的薄 薄的0.01毫米 仿佛是聚氨纸的独门绝技 Really 但眼尖的大人 在海量购买001的时候却发现 有两款材质是天然乳胶 但包装上赫然写着0.01的套套 大人狂喜 所以特意下单的这两款 是螺子是马 测得完事 大人按照单价由高到低的顺序 把套套分为了三档 第一档单只价格就超过了20元 分别是钢本 橡膜 杜雷斯 第二档是名流 杰土帮和小巷 属于10元以上档 第三档有上牌和贝利勒 市军安纸套套里 单价最低档 哦差点忘了 还有 韦二两款天然乳胶001档 一片不到5块钱 但从外包装颜值来看 家人们终于哪款 但我们走一波 这期测评 大人会从套套的安全性 实用感两大块 来横平10款001套套 让家人们用的舒心 用的放心 套套越薄 意味着舒适度越高 技术也更复杂 按照现在网上的多数科普 只有居安纸 才能做到真001 真的吗 按的001 真的都是0.01毫米吗 大人尝试了 用千分测后规 分别去测10款001的厚度 但由于套套弹性比较大 且有曲度 无法确保套套 各出厚度的均值 也就是说用戳后规策 不太行的压子 所以秉持着 硬核严谨的势逼态度 大人决定送简 检测结果令人惊喜 从薄到后 给家人们拍个序 刚本 实打实的0.01毫米 其他9款略超过 但也都低于0.02毫米 其中最后的两款 小象和贝利勒 也不过0.08毫米 薄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哈 最让我期待的两款 天然乳胶001 竟然没翻车 诶 不是说天然乳胶 做不到这么薄的吗 居然做到了0.013毫米 稳稳机身最薄前三甲 做超薄的套套 那最优惠的价格 可谓乳胶之光 家人们可以扣一波类目了 薛薛 再来说爆破 女孩子最怕的是 快乐途中发生意外 所以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大人测试了10款001套套的 爆破体积和压力 简单来说 就是测试在套套内充气 直至套套破裂时 所需的体积和压力 爆破数字越高 套套相对就更结实 依照聚氨脂避孕套的标准 爆破压力应不小于1000帕 爆破体积应不小于5升 5升什么概念 普通正常装矿泉水 10瓶灌进去不能爆 从检测结果来看 10款001套套的爆破性能 均符合聚氨脂国标 其中杜雷斯的爆破体积最大 达到了7.9升 果然名不虚传 上排的爆破压力最牛 达到了3.3千帕 注意 两款天然乳胶套套 与聚氨脂执行的 不是同一套国标 对照了天然乳胶 避孕套的国家标准 结果发现 乳胶避孕套的爆破体积 最小不用小于16升 这就很尴尬了 两款乳胶001都还差得远呢 可能这就是乳胶超薄的代价吧 关于套套是否容易破 能否最大概率避免快乐时发生意外 除了看爆破性能 还有拉伸性能 拉伸性能分为 拉断伸长率和扯断力 顾名思义 伸长率就是看看 拉到断能有多长 扯断力就是扯到断所需要的力 国标放在这了 10款001套套 均符合拉伸性能标准 其中布雷斯的拉断伸长率最牛 688% 约等于原长度的7倍 7G第二的是上牌 也能拉出6个自己 但大人佩服 最后的相模 也远超标准450多个点 而扯断力最牛的是 截土帮 22.6牛 高出标准两倍之多 所以姐妹们 正确规范地操作合规的套套 理论上安全性是很高的 保护自己的同时 快了就完事 提到安全 除了套套破了这种头等噩耗 润滑剂对女性私处的弱酸环境 是否有威胁 也是值得讨论的一方面 大人分别测了 10款套套润滑剂的酸碱度 发现除了两款 天然乳胶套套的润滑剂 是弱碱性 其余8款均安指套套的润滑剂 PH值均属弱酸 对女性私处非常友好 姐妹们可以放心使用 安全性说完了 来说说使用感 拆开后的独立小包装 本身就挺有看头的 除了钢本和名流 是撕开的方形履膜包装袋 其他都是揭开的蝶型包装 上排还有个小盒挺精致 但就是不知道 关键时刻好不好整开 包装能不能顺利撕开 直接决定了之后的体验 快乐与否 所以大人贴心的测试了 这10款套套 单个包装的一撕程度 从0到10进行打分 分数越高越好撕 钢本位于榜首 大人给了8分 别看小包装没有锯齿 但却是最容易撕开的 重要的事情大人只说一遍 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用任何力气开包装 国标教你正确开套手法 先把套套挤到一边 再沿着边撕开 截图帮4分 看着揭开的过程 确实稍显费劲与坎坷 贝利勒2分 贝利勒的交尊地结实 团队姐妹揭开 仿佛花了一世纪 家人们注意闭坑 大人购买选品时 除了军马 其余有尺寸之分的 一律选了中号 那么在全市中号和军马的前提下 大人测了10款001套套的长度 潮水退去 方知谁在裸泳 10款套套的延展后长度 均大于等于160毫米 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无一翻车 但不对比还真不知道 成为中号 长度之间的差别 居然能达到好几公分 肉眼就能看出 贝利勒和小巷最长 约190毫米 上排最短约160毫米 10款00套套测评完毕 最后给家人们做个总结 寻力优质的维度标立处理 稍逊的维度标黄处理 虽然网上都在强调 乳胶和铸安指的厚度差异 但家人们也看到了 至少大人跳的这两款乳胶选手 都算得上超薄 多说一句 抛开厚度 铸安指的贵 还体现在它的高分子结构 在组阁小直径并如上更有优势 铸安指选手里 杜雷斯是真的牛 优秀维度扎堆了 更追求现在比的 可以选截土帮 比杜雷斯便宜一半 个维度也都还不错 实惠又安全 担价最贵的钢本 各项指标四平八稳 追求极致轻薄的家人们 冲就完事了 乳胶选手里 010比3756强太多了 三元一片 还叫啥自行车 性价比之王 姐妹们 火速截图转发吧 大人这期是巨资 呕心溺血做的套套课评 费了无数个套套 过程极其坎坷 但家人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大人继续努力的动力 大人做这期视频 不仅是希望帮大家 跳到心仪的套套 更期待的是 所有女孩子能够保护自己 毕竟一和001 可比坐月子便宜多了